遇到塞车特斯拉停在车阵中静止不动 这时有摩托车从一旁转过 不骑倒还好一骑吓一跳 摩托车后照镜就撞上特斯拉 骑士继续往前骑还回头看了一下车主 双方确认过眼神先保紧 特斯拉女车主表示她的车辆当时静止不动 双方经过调解骑士统一负担车损 但是车主去估价 走方后照镜外盖有意因烤漆磨损 如果要更换总成件等于一万六千多元 小小擦状怎么会那么贵 有两颗马达一颗马达在这里面 它是控制这一个整个转向 另外一个马达是在镜片后面 它是控制这个镜片的上下左右的这个角度 电动车后照镜有两座马达齿轮零件 再加上镜头侦测哨兵模式 因此收理费跟国产车六千到九千元相比 价格翻倍 而欧美进口车是一万三千元起跳 甚至会到两万元以上 如果后照镜有功能性 像是盲点侦测或是加装LED灯条 价格还会更贵 尽管上万元真的不便宜 但对于特斯拉车主来说 要不要出现更是难题 车子的保险如果你出现过 你明年的保费可能会涨 或者是你可能拿不到折扣 那平常的每一年的折扣是两成 所以你的保费如果是十万的话 两成是四万 那你少了两成这样的两成保费 你还不如拿那个钱去维修 也就是说一旦车辆出现后 隔年产险公司可能会拒绝受理 或是保费再提高 毕竟特斯拉制作工法上 采用一体化压柱一体成型 换一个零件动全身 车体现难买又偏贵 成了特斯拉车主心力共同痛处 东森新闻招姐满凯